各位观众 大家好 香港主权移交25年 很多珠楼报纸找不同的人 见证着这25年走过来 很多专访 有些很不着边际 不知他说什么 有些值得 仔细地 再看他说的内容 慢慢去咀嚼一下 但我留意到 689其中一个 被访问的对象 在里面讲到 一些东西我也是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亦都是预视到将来香港的发展方向 当然他的内容就很长 很多都是老调重弹 譬如一开始就说 香港是 25年前 主权移交的之前 大家都是说马照跑舞照跳 香港就应该不讲政治的 是讲经济的 谁知道 25年前 1997之后 香港就变成一个 本来是经济城市 变成一个政治城市 80年代 中英谈判97回归到现在 没有把基本法的初衷讲清楚 没有针对解释基本法 规定香港的政治 香港和中央国家是什么一回事 政治是论述的角力 自身 不要把初衷讲好 就会有人扭曲基本法的初衷 梁正英说这番说话 你说林郑 连刮几个前任特首 梁正英又刮董建华 又刮曾荫权 又刮自己 他都做了五年特首 为什么他没有 他要任来没有 把基本法的初衷讲清楚 香港和国家 中央 香港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他不讲清楚 今年搞国安法之后 才强调这件事 接着又讲占宗 他说他任来 香港人自己关门 选个特首出来就行了 当时不用中央有命 去中央化 只是讲民主这两个字是不对的 将民主讲成大多数香港人选出来的特首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但是有人利用 香港的特殊性引导香港人特别年轻人走向和内地割裂 占宗 和黑暴 的期间 暴露出相关的问题 这个 都是老调重弹 的东西 当然也说到有 移民的问题 香港人 移民是否真移民 他没有交出新闻证 这些人是移居的 只是 去外地适应一下 看看精神生活是怎样 物质生活是怎样 是否写意 如果不行的话 就会回来 他说不排除 有人需要的时候 会送子女回到香港读大学 奇怪 政府派钱的时候就拿钱 大病的时候就医疗 医病 甚至预计近年移居到外国的人 相当大比例 将会回到香港 如果你觉得他们真是移居 我拜托你 国家领导人 你就跟陈茂波说 他们是移居的 他们是没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 重视是BNO5加1都好 他会回来的 那你就给他 五千人 你叫陈茂波不要跟跟计较 什么意图永久离开香港 意图是什么呢 接着他又说过去 立法会选举有五到六成的选民投给反对派 反映这些群市民的政治影响 香港社会内部不能长期有这样的矛盾 因此有相当多功夫要做 包括向这些市民讲清楚 一个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心 QP法规定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特首选举候选人应该有提名委会提名不是公民提名 政府亦都在民生政策上有作为 让他们在香港有发展的空间 很多黄丝就是这班 走得走得走 躺平就躺平 一个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心是什么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的 他说了很久 现在他都不在意 这个高度自治是否完全自治 现在 在意的一件事就是说警察是这样的 2019年做了这样的事 说拘捕这么多人 年轻人都不放过 接下来的秋后选长有什么47人案 连612基金都拘捕了 现在是在说这些 在里面 眼看见到 要么就惶恐 惶恐就走 是吧 而且那种怒火是未识的 689 你要明白 才可以说一大堆 不着边 说不了问题的核心 现在矛盾的撕裂 不在于他们 你觉得他们不明白 被蒙骗 被欺骗 所以他又有反政府的情绪 不是他眼看到那些东西 2019年的 反送中运动 其实是未完 国安法 底下他们都是未完 因为现在 陆续在审判这班人 而且打击面就越来越大 问题在这里 今天我的重点是想说这件事 多一点 说什么呢 说外国势力 他的比喻就是这样 他说外国势力一直存在在香港 香港人 只是缺少这种 细菌观 防范外国势力 于是容易让人有可乘之机 回归前后 香港国际政治都是非常复杂 外国势力就好像细菌 大家就看不到 但是双手 充满细菌 要经常洗手 香港这个地方长久以来 外国势力你不是一定看到的 但是威胁着我们的安全 即使新加坡 这个世界上 这个国家世界上可以得罪多少人 虽然有相当强大的国家安全部门 因此香港有防范外势力的影响国家安全 社会安全的 这一段 外国势力 好像细菌那样 在网上流传了这句话 我就想起 是否叫郭峰 各位资深演员 叫人勤洗手 不要做幕后黑手 我觉得他可能 看了这个广告 觉得 这个 手充满细菌需要群洗手 否则你便做了幕后黑手 用这个比喻 外国势力就是 细菌 这样的比喻 其实 是很適合 689 的人切 他是这样想 他也是这样去表现 但是有一些外国人 听在一个耳朵里面 就觉得很可怕 前两天我做了一条片 说在官校教的Netteacher 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外籍教师 要书面宣誓效忠 特区拥护基本法 一个外国人 我就说这种宣誓效忠 拥护基本法 校中特区 这种 很快 我相信在这个新的朝代 即是李家超这个朝代 就会 要去到全体的 中小学幼稚园的老师 尊校那些 现在官校的全部都在做了 做了 公务员都做了 去到医管局 去到社工 甚至去到大学教授 你试想下 一个外籍的大学教授 都要宣誓效忠特区拥护基本法 跟普通的外籍 Netteacher一样 你觉得他会不会做呢 他会不会因为你 大学教授的钱 跟他的身份 跟他自己的国籍是有矛盾的 回到他会被他的政府追究 你心里怎么想一回事 你很爱中国 但是你要签一张声明 说你是校忠特区 很多人是不肯的 不肯就没有教授 不肯没有教授就走 他会客怕这些外国人 再加上梁振英说 外国势力是没有黑手 什么叫外国势力 在香港的小粉红眼中 五毛的眼中 就是你红缩绿眼就是外国势力 大家记不记得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在铜锣湾还是哪里 看到外国人 要是拗自己的肚皮 要是拗自己的耳朵 于是那些蓝丝就好像撿到宝 就说这个外国势力 我可以在现场指挥黑暴 民族主义就是 令到人的脑 脑会生 生菌 脑会萎缩 一有民族主义 一听到这些东西就会上头 当你六八九讲 外国势力好像 细菌在手上 要有细菌观 要防范他 变成了所有的红缩绿眼 外国人 金头发的那些 打成外国势力 你又要人家宣誓 还不走就不投尾 是不是 好了 其实这个 很矛盾 很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你香港仍然是一个 所谓的国际都会 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你都需要很多外国人在这儿投资 他们会这样想 我把那些麻烦的外国人 排除出去 把那些纯粹赚钱的国人留下 那就可以了 香港又是国际金融中心 他可能会打这个 如意算盘 你纯粹赚钱的 不要搞那么多 不说那么多 那你就不是外国势力 你纯粹赚钱的iBanker 为中国在美国 股票市场 踢出来的国企民企 回来香港 上市 搞IPO 那些外国人 哄 外国投资者买股票的那班 你不是用外国投资者 你不是用外国投资者 找不到外国投资者买股票 不会哄得那么多 上市买 然后 他自己有赚 你觉得这班人是不理的 在钱面前是没有国家的 不用人权 民主 法治 不用想这些 这班人留下就没事了 我听完之后 很可笑 他觉得政治和经济是可以自然分开的 但是这班人 在外国受教育 他认识大学教授 是吗 他认识记者的 他认识的 一个一个被赶走 或者一个被逼自己要离开 因为宣誓觉得搞不定就走 他心会怎么想 他这么觉得 尋亡齿寒 遲到人轮到我 当我做这个大行报告的时候 写到你这家国企 这家民企好不行 会不会有一天你国安来 拍门找我 说我洩漏国家机民家 会不会 他们不会想这些 因为我的皮肤的颜色 因为我的眼睛的颜色 头发的颜色 我的国籍就成为了外国势力 你当我是细菌 那我就死了 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 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未必一夜之间会崩溃 有些东西又慢慢来 但是退息 你会看到是真的 你会看到是逐渐退息 航运中心没有了 金融中心你认为 找多些国企民 在香港 IPO上市 就吸引到这群个国人 当有很多人维利是图的时候 会继续留下 但是这个成为了一个 风气 成为了一个气氛 这群人就会想 这个是不是他可以 长期留下的地方 做生意的人 可不可以在这裏做生意 我们要怎样评估风险 我觉得很可笑 这是一个 国际的大笑话 当你当外国势力 是 世贵要洗手 等如 清洗了它 洗手这个字 wash 清洗了它 将外国势力 谁是外国势力 将一些 教书的 传递知识的 传道受业 解惑的外国人 要他宣誓效忠 即是叫他走 然后 所有外国人都变成外国社 简单就是这样 香港还是不是一个 为中国 贡献的国际金融中心 最重要是 有些人 这样说 中国都不理香港 或许你是不是金融中心 我觉得这种想法的人 是 比较幼稚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中国眼中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为他赚钱 共产党不喜欢钱吗 个个都不知多喜欢钱 不然不是那么多贪官 赚钱是很重要 不是为国家赚钱 可能是 那些官二代 红二代 富二代 去赚钱 是很重要 可惜的地方就是 他不知道为他赚钱的方法 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 比较有国际观的 有国际价值的 的地方才可以继续 可持续地为他赚钱 但他们认为 你不要说政治 我政治收紧 经济放宽 这个大陆 在邓小平上场之后 即是復出之后 就是用这件事 他认为行之有效 大陆也是这样 经济放宽 政治收紧 政治越收越紧 都没事 我们仍然可以挖起 今天 特别紧 都没事 不死 他认为香港也是 一样可以这样 这个他们错的地方就是 他们紧张香港为他赚钱的地位 但是用尽方法去炼死香港 矛盾的地方 可笑的地方就是 好了 谈到这里了 继续支持我patre 继续支持我心智口发的亲历 多谢收听 再见